這個短片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現在影片的封面可以直接在這邊做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就是說你可以直接拉一張照片 一般來講我們做影片的封面的話 都是以一個照片把它拉進來 然後把這個文本拉下來就可以了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我做好的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放大 像這樣 然後播放 截圖好這樣就可以了 截圖之後呢你就可以到這裡把它貼上 這樣你就擁有一個小封面 影片的封面就出來了 很方便喔 那這個也是喔 這是我早上做的 這就是一個封面 那你這個 這沒辦法隱藏喔 所以你只能播放 等它消失 這樣播放 好然後截圖 F12旁邊那顆按鈕 Printer Scream 那一個按鈕截圖之後然後到 這邊貼上 你就擁有一個封面 那這個怎麼做喔 大致上是這種概念啦 把這張圖拉下來 然後放到這裡 那你看它可以直接自換 然後直接把你疊在上面 有塗層的效果 這樣就有塗層的效果 那你如果要從頭開始做的話 你就把它拉到後面 你就把它當作是一個平面設計的編輯器就可以 這時候呢你可以點一些文本 例如說像這個 然後你可以把它拉全部 好然後這邊把它縮小 以前我們都會把它直接拉到這裡 但其實那個是 平面編輯的時候會拉到那裡 在這邊的邏輯你要把它拉下來 那你如果覺得這個字太小的話 你可以把它拿掉 我們再拉一個 比較好看的 比較可愛的 那你可以做這樣 不是 這個真的是會 會有這種誤操作 因為 因為平面設計的話 是直接把它拉到這裡 但是這邊的邏輯是你要拉過來 好 然後把它縮小 像這樣 然後你還可以放一個蝴蝶 我又做錯了 這個應該要拉過來 然後把它拉過來 然後把這個蝴蝶 變小 放在這裡 那你在最後就做一些字吧 好最後呢 我們來用文本 花字 來VIP的跟它搭配好 拉下來 拉到後面 然後 卡納赫拉登山記 這個我覺得不太適合 我們刪掉好了 像這樣 好然後你就 點中間然後放大 然後按播放 截圖 這樣就有了 然後就到這邊的貼上 這樣你就擁有一個 影片的封面了 非常的好用 然後淺顯易懂 所以我們現在做封面 再也不用到 不用到其他平面設計的軟體上面做 直接在 簡易裡面 把這些 很豐富的 這些畫面 這些小特效通通都弄好 還有這些貼紙 相當厲害 那你也可以直接套一些濾鏡 都不用再額外搬到外面的軟體 在那邊浪費時間了 所以 簡印可以滿足你 非常多的創作需求 那這短片呢 就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如果你以前也在做封面 不知道用什麼軟體的話 現在直接用簡印做就可以了